第1次 戴上的眼睛 戴上的眼睛 舒不起拼過頭 乃哥也有健康出狀況 我就不知道 是你露天然衝衝 發現大小眼 對 我早上來去化妝 我就跟他化妝說 你今天怎麼把我眉毛 化一個高一個低 很明顯嗎 沒有 他 我那天特別明顯 平常 你看我今天 我也沒化妝 我今天連眉毛都沒化 然後呢 那天就把我化了 我覺得你怎麼一高一個低 我從來不在乎了 然後呢 錄影就開始錄 錄錄呢 那個製作人就說 乃哥 我剛剛看你鏡頭 今天怪怪的 怎麼搞那個一高一低啊 然後呢 看你一個眼睛都不會眨 我說怎麼可能 我說一個眼睛不會眨 我說沒有 我這兩天 那我那幾天睡眠睡不好 然後呢 我就說我太累了 我眼睛很澀 其實澀是因為什麼 因為一直沒有眨嘛 你知道嗎 我以為是沒有睡好 到了過了中午以後 我多早上十點就錄影嘛 然後下午一兩點 那製作人跟我講 乃哥 你要不要去看醫生 我說不用啦 我說沒事 我晚上睡好就好了 我自己都不覺得 後來我老婆呢 就打給 沒有 我製作人就打給我兒子 我兒子呢 就打給我老婆 我老婆呢 就打給一個醫生 我們很熟的醫生 他說你叫乃哥啊 錄一個吹口哨的 那個用手機啊 錄個吹口哨的給我看 吹口哨 對 那我就把手機拿來 我就自己錄啊 我一錄啊 我就嚇一跳了 怎麼了 因為嘴歪眼型 吹口哨 你看喔 像我們喔 我們正常的人 嘴巴這樣 圓的 是 是不是 吹口哨的嘴型 吹口哨的 你吹口哨 它是 像我現在是好了 你現在嘴巴嘟起來 它是圓形的 那我那是這樣 這邊凹進去的 喔 這邊是凹進去的 然後眼睛是 是 會 會有點僵似 對 我說怎麼搞的 我自己都嚇一跳 你知道嗎 我就把它傳給我老婆 我老婆就傳給他醫生 那醫生說 沒事啦沒事啦 那乃哥啊 顏面神經失調 他說 我就跟他 我說 我說主任啊 怎麼樣 他說顏面神經失調 那就是病毒感染 他說我老婆也曾經這樣 沒事沒事 只是小事嗎 對 小事 他說你晚上呢 趕快下班 趕快去醫院掛急診 那顏面神經失調呢 給他一個醫學常識 他跟中風完全沒關係 完全沒關係 他就是一個病毒感染 感冒 有的人感冒會 流鼻水 鼻塞 頭痛啊什麼的 他可能病毒呢 跑到你的這個 細胞去了 跑到顏面神經的細胞去了 這一個 另外一個 他另外說法叫鬼吹風 鬼吹風啊 就是說你被風吹到了 那我那天我就想 前一天 我就是前一天拍廣告 拍到半夜兩點多 然後那幾天我又沒睡好 然後我那拍座兩個地方 又一個弄堂 兩點多我去開車嘛 那風很大 那幾天剛好是冷氣團來 又冷又風又大 所以第二天我 我想應該是鬼吹風了 另外一個就是什麼 你的免疫系統第一項 你的免疫系統不好的時候 也會這樣子 所以乃哥那你後來就是 健康的生活就是做瑜伽 做重訓 做重訓 我他做兩年了 我這兩年就是跟我老婆跟我女兒 我們就三個一起去做重訓 然後呢去一起上瑜伽 對 就我老婆我女兒我 我們三個人一個老師帶 對 一個禮拜上幾堂 我一天瑜伽一天重訓 那很多耶 還好啦還好啦 以前是常會出國 現在我們就是常常會 往花東跑啊 像我們下個禮拜要去 去埔里 去一個牛棉一個民宿 我們很多夫妻啦 大概十幾對夫妻啊 我們就一起出去玩 玩個三天兩夜 喔 也有戶外生活 對 我們常常就會出去跑 是喔 乃哥現在很注重這個休閒生活 來我們這邊